好,咱们先回来上节课内容啊 上节课讲什么来着 上节课讲是这样一个设计 对吧 这个设计首先在这 它就能感觉出这个层次关系 对不对 它这个层次什么样呢 至少这块是黄颜色 这个东西在上面 然后覆盖底下的东西 对吧 这里面它每一段都一个P1的提示 P2有一个P2的提示 P2有一个P2的提示 这是一段 然后里面的每一行 它的行间距都控制好了 每一个超链 也有相应的变化 同样的这个位置上都有相应的节奏 是吧 像节奏 好像汉语拼音似的 其实不是 就是benefit的一种 一种写法 把图做出来 形成某种规律性 最底下这个图呢 用margin把它连上去 这样如果这个段再长再长再长 这个东西 它也是relative往上走一块而已 对吧 基本是这么一个节奏 它的倾斜呀 它的颜色呀 包括它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边缘的设计 其实都有很很很多 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这样一个图 上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饱和 这个颜色非常的鲜艳 用这个俗话说就是太 有点 有点这个这个色用的 有点太太太刺眼了 啊 当然它这个刺眼其实也就是非常鲜艳的这种感觉 这两个颜色反差还很大啊 这块其实也能感觉出叠放的关系 对吧 这是第一层 哎 它压着这个东西 那么这里面这个有个边缘 这块有个小纹理 这里面这个这个花挺好看的 对吧 哎 通过这个可以看到安克 它其实是一个block的东西 对吧 这块它有一个小小笔触 其实就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有提示 对吧 哎 保存似的哎 这是一个设计 有提示啊 他这个css这个东西 他这块用了一个问号 其实是cursor的一个用法 这个形成节奏 so what is about so what is this all about 手字母大写 底下有个绿颜色 上下呼应 上下呼应 这个节奏 这个竖线 这个立体感 其实都是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东西的 包括边缘侧边的这个 这个东西 能够感觉有一个跌放次序 怎么叫跌放次序 不完整的部分 你看这个明显的不完整 半个圆 这个在上面 这个在下面 对吧 这个文字也是 这个在上面 这个下面 其实没所谓上下 它其实就是跌放 对吧 就是跌放 那么这个显然就在这个杠杠的下面 对吧 是这样一个东西 release one出现了好几次 这出现一次 这出现一次 这个这块有一个这个before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我们哎 这个也出现一个before的东西 是吧 我们看一下原代码 body body里面有一background的 哎 这个是一个一个像素的这么一个小东东 然后呢 就是repeat y 竖线 这个就是 这样 这样是一条横道 对吧 横道 然后竖着把它种下来 margin 空好 page wrapper呢 page wrapper 这还是左对齐的东西 对吧 左对齐的东西 这是有一个小花放上去 page wrapper 就放了个小花了 这个是bottom right 左下角 他在这个位置 是吧 左下角 这是他 这是他 在他的左下角的话 其实我们只能看到 看不到这花了 只能看到这个release1的这个文字 然后这个一个花的一个点 才能看到一个一个边缘 是吧 当然我们显示比例控一下 其实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左下角release1 release1 这样一个东西 ctrl0 回来 左下角 他这个右边缘的这个东西就有了 然后呢 这个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最上面的东西 introduction这一块 他的header 就是这一个东西 background 给他放了一个图 然后呢 其他部分都是 其他部分都是picture replace 应该 header h1是display那 h2是display那 那么有一个基础图之后 然后把它放上去而已 好 这个这个树道啊 我觉得是那是picture的时候 就是body里不是有一东西repeat 外吗 这个现在看不清楚 但是这俩树道我估计是这么捋上去的 然后supporting 哦不对不对 然后是summary summary在这个位置 对吧 summary summary放一个图在这儿 放在右边 右上边 然后他的宽度在这儿 然后他的这个border bottom在这儿 他里面的p他有一个基本的 范围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其实 这个padding是控好的 嗯 这个他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位置 padding是控好的啊 这个他的宽度是有控制吗 summary整个的宽度是没有控制的 summary这里面的p的宽度呢 是160像素在哪儿控了他一下这个 这儿在这个在这个first child里面控了一个160像素 在这个这个里面 last child里面 呃 航间距空了 这个160像素在哪儿控呢 还是在last child里面 在这儿130像素 这个也是130像素 这是160像素啊 这是160 这是130 这样一个节奏 然后是preamble preamble preamble preamble这一块呢 首先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作为这个容器来讲 它有一个背景图 背景图就是这个东西 就立丝吧 然后背景颜色上上去 嗯 padding bottom 流出来 margin left 流出这个side的底 这个h3呢 是一个 类似于picture replace的东西 把这个这个上面这个东西放上去 基本所有h3都是picture replace 这个p就是 你看那这个是我见过非常长的一个 非常长的一个文档啊 它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都有相应的东西在里边 就是每每一个段落 几乎的每一个类 每个div里面的每一个段落 它都要控 那每一个div里每一个p都要控 相当的凡复啊 但是区区别是什么呢 比如这是16 上边有一个16 这个呢 上面就没有16了 是吧 其实上右下左 这个它也没有16了 这个16是在这 对吧 这16是在这 那这个其实其实是10啊 10就是它离这远一点 它离这近一点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再往下把这个拉宽 这个的宽度在哪空的呢 这个宽度其实是preemble里的p 整体空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在man supporting man supporting so what is about 这个东西 就看它的背景图 背景颜色 然后它都有一个border supporting 背景图 然后 然后是explanation explanation里面 左边空出来 所有这四个都在这一起空 左边空出来 下边空出来 border留好 背景色 背景 背景颜色和前景颜色设置好 那它里面的东西就是picture replace 对吧 h3就是picture replace 高度宽度控制好 然后它里面文字的段落 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放的 是吧 这个它是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 而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 margin 12 把它降低一点 就没那么高 就这个 它和这个相比 这个下边距是12 而上边距是16 它也一样 这个 它 它就是12 就管了 然后这个下边距再是16 这样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感觉 这个是12 而这个和 我说哪里是12 这是12 而这个和这个是16 能够有一个就是内聚性 其实看也看不太出来 但是它里面有这种控制的细节在里面 然后 基本上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sidebar就 做 就是绝对定位 然后 然后把它定位到位置之后 一个一个的放 一个一个的heater放 基本上它这些东西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放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开始走起来吧 好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原点哈 我们每次都是从零开始做出一个新的玩意儿 然后又每一次再次回到原点 这样其实也形成了一种节奏 对吧 它是第8 第8 第8 一个是灰色 这种灰色 不光是灰色 还有一个url 是bg.gif bg.gif 好 这个竖线就出来了 这个竖线好在哪呢 首先它的像素 因为它里面都通过像素定了 图片也是像素的 就定的很好 你仔细看它里面 其实这种竖线是无处不在的 就是 就是 它这个东西就是硬硬的区块 硬硬的分割 分割就很明确 是吧 什么东西是什么里边 这个白线其实起到一个很明确的 把内和外 就像细胞壁似的 把内和外分开开的一个一个东西 尤其在黑底下非常明显 在饱和颜色下非常明显 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其实是 用好话说呢 是比较活泼欢快的 用不太好话说呢 就是比较比较 比较愣头清的 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设计师 当然 这个不一定不好 年轻就应该有年轻的样子 是吧 这个 谁说就一定得是 一定得是和其王重继承啊 那那世界不就没什么意思吗 repeat y 不能repeat x top left top left 其实默认的 但是就怕有的浏览器不是 按照你 你设想的方式默认 就比较麻烦 margin空乘 0 然后padding 默认也是0 color非常有意思 666 666 这个其实不能说人家很愣 是吧 整个能用灰色的人呢 其实是比较 比较深沉的 但是他这个饱和色块呢 他也是比较鲜艳活泼 那活泼的金属 活泼的非金属 他其实不容易存得住 是吧 bg real release one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让他是no repeat 这个 这个其实图非常的bottom right bottom right 好 把它放到这个位置来 已经有了 剩下的就是 还是要从头开始搞起啊 如果fix啊 我觉得会 也不一定 因为这块他有 像样的色块 page wrapper 基本上到这完成 因为他margin padding都是0嘛 introduction 是一个class introduction 这个class是怎么样呢 它是background是bgpattern bgpattern repeat 横竖都repeat 然后top left 这个搁在底下称着先 然后margin morris0 这个border 这是我们看到公用的东西了啊 border bottom bottom 不多也不少 它它都是两像素 solid 锦号 fff 这样的 这样的 哎 怎么多一个 这样的一条线 它就是 就是能感觉到那种共性 对吧 能感觉到那种共性 然后布局的上面的东西有什么呢 布局上面的东西有 这个header header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background再来一个大色块布局法bg left bg left repeat beetify 哎 top left 这样布上局对吧 color是这个没问题 高度是多少呢 高度是180 啊 margin是0 默认margin就是0 header里边的bottom border 在下下边句 bottom是两个像素 solid 这样要下滑线 对吧 有了 有了之后呢 继续它的h1也好 h2也好 同样的就display是9 不显示了 不显示了 然后它里边的summary 就是header下边的summary 高度确定 166个像素 呃 宽度确定735个 像素 其实就是在这个边句 对吧 因为因为这个竖的这一条线 就是 就这个东西是 是多少 是135个像素 对吧 735个像素 所以 所以就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background 背景先来一个100 b0 a 100 b0 a 然后呢 是url bg sub header 子标题 看一眼 上去了 上去的照有点怪异呢 no repeat 然后top right 放在这块 好像是它这个硬称的感觉啊 然后呢 在这个 基础之上 字体 是 警号 FF 白色 白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颜色啊 然后 border bottom 两像素 solid 警号 FF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这就这就这就有了对吧 有了 然后呢 就是 它里边的paragraph summer 里边的paragraph 有什么特点呢 他们 有没有什么公动的特点呢 他们的宽度是不是一开始都是160像素 我们就先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哈 然后先走起其他东西 prea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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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margin left 是233个像素 像素 然后 background around 是警号 f90 然后是 url bg preamble bg preamble preamble 然后这个四块上去了对吧 然后他的no repeat 然后他的no repeat 然后是top right 好 右边锯 空空出来了 空出来了 空出来之后呢 就 嗯 基本上是这个位置哈 再给他空一个padding bottom padding bottom是 16个像素 16个像素 把下面 先空出来 然后preamble里面的东西 其实 要空一下 preamble里面的 里面的p呀 什么的 要空一下 他们里面pv可能就是300个像素 这样的 把它先收回来 这个位置先空到位 对吧 这空空到位 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东西就一个一个的picture replace呗 这个东西先到这儿了 但是他这个他这个这个这个编具在哪儿空呢 他这个应该是图片替换的时候空上面的图片替换 他的左边距呢 就 不知道在哪儿空 border left 不知道在哪儿空 可能一会他要在这儿再去再去再去有其他东西 先这样走起来哈 然后呢 就是 他里面的这些divis 包括 explay explanation 还有 用用这个描述的方法 就是supporting里面的直属的div 对吧 然后他们的是margin left 233个像素 这个 他里面的东西呢 是什么呢 是 呃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这个div 所有直属的并不是 是前三个不包括requirement 这三个它是前三个那的requirement再细条对吧 再细条 然后border border border是一个像素 solid 警号bbb 哎 这是他里边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肯定空了宽度了 宽度是498个像素 哎 宽度他为什么这个里边498个像素 因为他这个左边右边有一个border 如果是500的话 那个那个那个线就 就不好使了 对吧 能够感觉到那个线他就不不承接了 这个就越在那线外面了 所以是498个像素 他都在这个线里边 线里边的线啊 然后他这个margin bottom是两个像素 两个像素border也有了颜色也有了 好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这整个空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后最后是requirements requirements里面的margin left 这个是不用了 因为他这就已经设置好了 最后一个是相当于这个啊 这个必要条件 嗯 嗯 border也是默认的 background是 镜号f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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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浅了一层的颜色 这个颜色其实还蛮有趣的 然后他的宽度也是固定的 margin bottom下边具呢 是 他在下面具16个像素 就是和foot之间的那个东西 宽度是498个像素 都是统一的 好这个东西就到这了是吧 到这了然后下面这块是foot 然后asset放过来 嗯foot也要空一下哦 footfoot border top 两个像素solid 镜号f5f 你看他这个有意思就在于他这个 他怎么区分做区块 呃大区块用白颜色两像素 而小区块呢用的是 这个一像素灰颜色那显然内部的区分就不明显 而外部的区分就很明显 对吧把这个区块就做的非常的有趣 background 而且区块里面背景色不一样也就 这个设计师其实是非常的 嗯老道并且有童心的一个设计师 呃这个是37没错了 没错了有人要警号一个footer bg footer bg footer bg footer 啊他这个起名都用一个bg这样描述 然后no repeat no repeat top left 好这样一个东西正好卡在这个这个位置是吧 二百三十三加上五百是七百三十三 而这个就是七百三十三以外的东西 在这儿 color 是啥呢 但这个图其实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可以这块空一下是吧 就是他可以他可以让他repeat啊不行 这块不能repeat是吧 这块他一定是一个直直出来的图 color你这么设定没有意义啊对吧 因为你里面footer里面只有啊 anchor 所以这么设定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他的高度是36个像素 然后他的padding是上 右下 左 上右下 左 上右下左 哎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有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他的 他的高度其实12个像素 这个高度是12个像素 12个像素 这样一个东西 好这一块呢 基本上就到位了 到位了之后就还直接走到assad里面了啊 assad assad里面是什么呢 是position是absolute 然后呢 background b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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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号 他这个这个颜色有没有名字 就这样一个名字 然后 次的颜色默认tope350像素 把上面找到位 哎 找到位这个这个位置是吧 其实他把他把他这个assad把上面这块也给空了 应该 嗯 padding是12个像素 哎上面这块并没有空啊 上面这块并没有空 然后呢 嗯 border right border 宽度先空 宽度是207个像素 然后border right 是什么呢 border right是 两个像素 solid 警号fff 然后呢 assad里面的 直属的 div v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它是 background的 控一下 是警号dfdfdf 发白但是又不是很白 然后 呃 它的border 是border是两个像素solid的 警号 fff 哎这样他就把这个 把这个空出来了对吧 这个东西他就这样他就把这个东西空出来了 然后呢这个位置就在这儿这个的背景可能还有点问题啊 回头这块有一个具体的区块的设定 然后 至少他这个就是就是这样的东西对吧 至少就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那 他里面直属的div应该是这一个一个的div啊 border 就是 空出来了之后呢 padding是12个像素 而margin呢 是 啊 他直属的div是page wrapper对吧 他这个直属的div是page wrapper 而我想的不是这样的 直属div里面的 直属的div 这样的东西 margin是 0012像素 0 这样东西 卡卡卡把他这块分出节奏了 这边拍分出padding来 其实这个边界就有了对吧 这个边界有了 然后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上面这块不对 上面肯定是heider的问题 heider他这个background呀 他这个有问题怎么办 首先是找到他这个默认颜色 9b ec37这样的颜色 然后url这个是bg header heider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默认有一个颜色对吧 bg header 然后no repeat by 然后top left 这样的一个东西 看有没有效果呢 是有效果的 这个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而这个gif呢 就是这个颜色 显示出来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呢这个 高度 还有border bottom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再细控 那么我们再细控吧 一个一个的细控 border 这个heider 我觉得就差不多 但这块有问题 这块的接不上 这块接不上的原因是什么呢 heider底下的 这个他他他有个margin吧 应该说是 summary 里面的p它是margin是0 margin是0 哎这个就接上了 因为他有一个margin top 然后一个margin margin之后这对上了之后 这条线也对了 然后这里边的padding啊 这里面的padding啊 就继续去空 他这块还有一个上边边 还有一个距离宽度什么的 好 那我们细节上面 这块他有一个区块 他的颜色还是不对 是吧 那他这块这个东西是哪放的呢 我们其实可以一个一个从头看 是吧 他最可能的按住out键啊 一个一个类一个类的看 最可能body body body放的是bg bg就是树道 是吧树道没有他 然后page wrapper page wrapper 放的是这个 也没有他 那么再往下 我把印出达克神上面更管不到这底下的这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 其实只有可能是supporting 那我就往下找 按住out键 一个一个的 找到supporting的相应位置 把supporting给设好 supporting什么样的特点呢 那就是background呗 url呗 bg left bg left 那么一个像素的东西肯定是repeat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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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就是说把这边给盖上 但这边还留着那个那个repper里面东西 top left 这样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整体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有这样一个感觉东西先有了 那这个肯定是h1的h3的这个margin top 还有picture replace啊 还有bottom top啊 bottom top 接上就没这个事了 是吧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细节走起 那首先呢是summery的位置 对吧 summery已经有了 但是这个summery他这个这个东西对吧 这个东西他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调的东西 在调之前其实我们先要把它整体的东西控一下 比如说整体的p呀 还有整体的这个什么呀 这个东西我都要去 去从从整体上去方的size 是11个像素 然后这一下子就小了嘛 然后这个text online 这是针对英文的text online 因为它整个是方块型的设计 所以它最好也是两端对齐 英文它这样不就两端对齐了吗 然后具体到每个东西里面不同的这个东西再去不同的去控 第一个是summery里面的东西对吧 summery在这 summery里的p它的它的详细控制是多少呢 它是分成第一个p和第二个p 这是我见过的比较比较繁复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的宽度是160个像素没错 它的margin是0 然后padding是14个像素 好 然后padding是14个像素 然后呢 呃 就完成了 然后它的 呃 第二个summery里面的p 然后是last child 它总共有两对吧 第一段第二段第二段就下载那些东西呗 嗯 它的特点是padding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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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左 上 右下 左 好上下落设置好之后呢 啊 margin是0 margin是0 然后呢 宽度是130个像素 这个我觉得就给它130个像素 就是给它拐个弯哈 这个这个东西可能这个原来在英文那块有一些特殊的感觉就是卡在一个奇怪的地方之类的东西 上面完成preamblepreamble里面的p到底应该是怎么样设定的呢 那么就得找到preamble里面的p 不光是preamble里的p 所有的这个p其实都是要有相同的东西的 对吧 呃 这个 蓝height 1.5个 1.5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1.5个m 然后 它要特别给谁呢 它要特别给这个 刚才那个summer里的p 的 last child last child 给它 然后呢 这个preamble里面的p的更详细的做法是分size是10个像素 然后宽度是250个像素 宽度是250个像素 然后text align是justify justify已经空好了 哎就放在这了 那么它这个里边的margin其实一个一个的空是不一样的preamble里面先把那个h3给空了吧所有的h3有一个特点这块是h1h2这个是h3h3是有的但是picture replace了然后还有它的margin bottom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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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om是0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它这个空的方法 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不同的h3就有不同的h3的这个这个特点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preamble里面的preamble里面的h3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那它的特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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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这个位置上了 对吧 这样还比较好 然后这个完成了之后 preamble里面的具体的一个一个的paragraph 还要空 preamble里面的 paragraph 这样他就是 他这刚才已经空了一下了 对吧 但是他里面的每一个的margin都不同 他的 第一段 这个nth child 就是相当于h3之后的第一段margin是 16像素 18像素 10像素 18像素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margin 然后preamble里面的第 preamble里面的第2段呢 p nth child 就是复制粘贴 第2段第3段 第2段 第3段 然后他 他这个并不是这样了哈 第2段和第3段是 0 这个是 0 18像素 然后是10像素 18像素 上边的编具给他收回来了 这个呢 0 18 018 018 018 下边也给他收回来了 这样给他收回了 对吧 这样他其实上右下左 他的上 右下 左 那他这个底下空的是什么呢 底下空的应该是margin吧 是不是他这个整个都空了一个margin preamble里面的p 并没有空margin 那这个底下的空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到这个原始的里面找一下哈 右键他检查元素 他这个颜色不对 颜色应该是 白颜色 看看他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在这儿 对吧 他的负极元素呢 在这儿 padding 就是他空了一个padding preamble 他本体空了一个padding 对吧 他字体在哪空的呢 字体在 默认字体666 然后在那个preamble的字体里面 找preamble的字体 color fff preamble里面的color 是警号fff 三个f 然后就 完成了 对吧 这个东西完成了 下面一个 一个一个替换图片 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嗯 他们有一些共性 supporting里面的所有h3 什么样的共性呢 就是 宽度是498个像素 然后高度是 30个像素 margin变成零 然后 background repeat background repeat 是 no repeat 这样 no repeat 然后一个一个换为 explanation里面的 planation里面的h3 怎么样 background image 是啥呢 url 是 title about top left 其实这个就放上去就没问题 top left top left 是吧 哎 这个反而有问题了 top left 这个问题在哪呢 background image 是没有这样的东西 但但其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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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高度宽度都是固定的对吧 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 照此办理呗 这个 这个模式就出现了 然后这个模式呢 就是应用到这几个之上 这个 是吧 这个东西 control c control control v control v control v explanation里面是什么呢 participation title participation 对吧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 benefits 这个是title benefits 这个是什么呢 requirements 这是什么呢 title requirements 好这个几个图呢 就算 提换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其实要控的是这个里边的一些这个 这个他他要要有要有 一些 margin或者padding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做的哈 首先进入到这个这个位置对吧 我要选中他就 检查元素然后呢 就看他他这个div里面其实是有个border的 对吧这个border就是这个黄颜色的这个这个范围 这个外边是空出来的 h3是picture replace了 但是他是有怎么样呢 他的具体情况是 上他作为第一段 上16 下12 左和右都是18 这样的东西对吧 这个东西他是写在paragraph里面的 这一段呢 这个 这一段 他也是左右18 然后这个是刚才那个12 就上面这个有12下边16 基本上这么一个调性 那么如果我来写的话我应该怎么写呢 Supporting里面的h3 是这样的 那么Supporting他能不能有个 他是用paragraph的margin 那我能不能用Supporting里面的div的padding呢 上下 上下是什么呀 上下是 上下先给他 多少 这个是多少 上下先给他16 上下先给他 16 像素 左上上16 呃 左右呢 是18 像素 下呢 是0 下下其实最终最终那个东西是多少 那个东西是 最终最终 比如说 Supporting里面对吧 最终最终还是16 也就是说上下是16 左右是18 这样一个东西先给到他 对吧 这个东西就这样了 是吧 他的padding 就这样了 这样他就不对了 他这里面的 里面的东西就不对了 这个里面东西整个都错位了 所以说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 那么只能是 Supporting里面的 P 是 给他一个margin margin 他的 margin 上下是多少呢 是16 像素 左右是多少呢 是18 像素 哎 这样就就可以了 但是 但是作为 但是作为 他里面的 第一段呢 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这个要缩小 这个东西要缩小 也就是说 嗯 Supporting里面的 这一段 这一段 Supporting里面的 P P Nschild Nschild 第2段也好 第 3段也好 这等于是第1段是吧 第1段 他的 第1段 第2段 第4 12345 这5段 这5段呢 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 作为作为他 默认应该是12 对吧 默认12 然后 作为他的first child 是一个margin top 我觉得这样会更合理一点 P 然后呢 first child 就没没按他那方法 他那方法 他写的是什么样的 他写的是一段一段一段写 这简直是 我觉得不科学 他你看他这这个这个 它是 explaination里面的第3段 还有participation里的第5段 是如何如何如何的 我觉得我们不用那么麻烦吧 margin 破普是16像素 margin 破不是16个像素 哎 这要完成了呗 对吧 这个上面就空出来了 然后 supporting里面的 其实最终效果成就成了 margin 哎 这个不行啊 啊 他这个东西是n 超的 2 n超的 2 这这一段 对吧 这一段 这样才行吗 然后p里面的n last child last child 然后他是margin bottom 是16 16 像素 16像素 那就是说他一回车哈 这 这个保证这个是16 这个是12 这个是16 然后默认的都是12 对吧 只要把第一段上面和最后一段下面 铝开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也是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也是 第一段上面和最后一个段下面 铝开就可以了 基本是这样 是吧 基本是这样 然后在里边东西差不多之后再走这个sidebar sidebar 按住out键往下走 找到sidebar的位置 aside aside的div里的div 然后呢这个就是找这个aside里面的东西 aside里面的ul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fondsize是0 这是10像素啊 10像素 然后list sale是none listsale是none 然后margin 默认是0 margin 默认是0 这个li ul 一小时没了 搁这儿了是吧 是10像素 字体没什么错呀 对吧 padding 也是0像素 哎把它先 搁到这个位置上 然后一个一个的picture replace 还得放 呃 aside里面的ul里面的li 基本方法是background的是 一个图 ul bu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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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 这样一个图 no repeat 呃 两像素 三像素 对准位置 对吧 对准位置 然后呢 padding 上 右 下 左 我 上 右下 左 这样一个东西 有了 然后lun hate 是12个像素 好 然后color是警号999 就是说那个by字的颜色 对吧 by字的颜色 灰性 嗯 一个一个空 一个一个空 这个 aside的里边的 design design selection 里面的 ally 就是迈的特点呢 background是 ui 然后是 bullet -design 叫 gif 然后 no repeat 然后两个像素 三个像素 好了 然后作为 font size来说呢 是九个像素 九个像素 然后asset的里边默认的所有的anchor 有一个统用的特点 就是这个display是block 对吧 display是block 然后作为asset的里边的a的这种 这种叫design name的 这一类的anchor display又是inline display又是inline 这样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设置 对吧 基本的设置 它的所有的anchor的特点什么呢 所有的anchor的特点应该放到最上面 最上面所有的anchor的特点 anchor的特点就是color 是警号333 这是一个基本设定啊 当然它这个里面是相当复杂的 samory里面的a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的color是 它的color是警号fff 然后text的decoration是 none 啊 这个summer里面这两个 这个东西完全看不住超链接也可以啊 padding left 是八个像素 八个像素 然后asset里面的a呢 刚才那个位置 这summer里的a就写在summer里面吧 一种方法 a写 都写一堆 一种方法是summer里的a写在summer这堆里 觉得还是summer里的a写在summer这堆里比较好 然后这个asset里面的a呢 就写在asset里面 asset里面的a是有什么特点呢 color是 警号444 这个钱啊 对吧 text decoration是none 好 然后呢 这个 a的hover是underline 这个都得都得去写啊 啊 summer里的a的hover是text decoration是underline summer里的a的hover然后color变成警号333 对吧 默认它是444 点上去有变颜色吗 我觉得没有怎么变颜色呀 asset里的a和这个a它是怎么样区分的呢 这个a默认是333是吧 a默认是333那我这个asset里的a的优先机应该更高啊 asset里的a它这个默认颜色color是什么呢 警号666更不明显一些 对吧 更更浅一些 然后hover的时候呢 它的text decoration也是难 然后hover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它是有的对吧 它都是有的 然后就是这样了 呃 它的方size是多少 a的方size 方size是10个像素 10个像素 这么大个 然后在它的designer里边呢 有小一点方size是9个像素 就像素就差一点点 其实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出来 对吧 footer里面的a footer我得往上涨了 按住out键 蹦蹦蹦蹦蹦 也可以controlf对吧 footer在这个位置 我footer里的a在这个位置 footer里面的a 找footer这个位置 找a 好footer里的a什么特点呢 color是这个颜色实在是不合适啊 最底下鲜亮鲜亮的一个颜色 text decoration是9 然后呢 这个padding left 左边距是8像素 先给它拉开了 对吧 然后 这个background background 是什么呢 是url 这个提供一个url 是那个小箭头了 对吧 arrow arrow footer gif no repeat 然后小箭头的位置 是零像素两个像素 零像素两个像素 是这个位置 往这边一指 它相应的 就能找着这个东西了 对吧 找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 这个它默认的也都是大写 所以其他的也不用怎么动它 hover的时候是underline footer里边的A的hover 是什么呢 是ntext decoration 是underline 基本上完成了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 比如这个上面的相应的header 是吧 这个上面相应的header 那我要到asset里边找到这个assethover 比如说它里面是第一个是designselection里面的h3 然后它的background是url 哪个呢bgselect bgselect 然后selectdesign 然后no repeat 然后top left 这个东西就完成了 下面一个是 designarchives designarchives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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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background 它里面的h3是吧 archivesurl 哪个呢bgselect 然后archives 对吧 no repeat 然后top left 然后top left 并没有什么用 archives里面的h3 没有找到它 对吧 没有找到它 没有找到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designarchives designarchives 这个上去吧 对吧 最后一个是resources resources 增 resources 里面的h3 background 是什么呢 url bgselect 里面 resources no repeat top left 这个图就上去 对吧 一个图是一个图 这个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是吧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看一下跟它的这个实际的东西 就是这样 对吧 内部的线 外部的线 能够感觉到它里面的一些 好玩之处 好玩之处 这个内部的有一个border 然后呢 外部的有一个border 对吧 一个div 有一个border 然后把它区分开 其实就区分开了 这个有节奏的东西 边缘的东西 这个设计师其实很厉害 哎 那么这次呢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 哎这这不对 对对对对 最后那个还不对啊 增里硕是这个东西还不对了 增里硕硕是这个东西 re 硕 硕硕是这回对了 好这次就联行 谢谢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